他會深入很多公會 挺娘的會議 我記得他到是 用私人LINE還是用這個LINE給我 LINE好幾次 我們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希望出來 這種公會他既然也LINE那種東西給我 就是他真的做得不好啊 然後一直亂花錢 你又在動員讓他去投票 就是浪費工廠這樣 不會啊 你沒有浪費這次錢 那後面的錢不是花得更多嗎 他花得更多啊 我覺得基隆這幾年的改變是 前市長的努力 並不是現在這個市長的努力 我會覺得現在這個市長 就開了很多空白支票啦 所以我會覺得不太可取 如果他好好做 那我們又要讓他做四年 重點是他沒有好好做啊 那今天罷免只要兩三千萬 可是實際上他上任以來 已經消耗了我們公堂32億 基隆不是一個很有錢的城市 大家都是努力工作來繳稅的 所以我們不會希望說 他繼續再做兩年 再浪費更多的公堂 甚至是再簽更多30年的合約 把基隆的未來都賣掉 27年的電動車我們年輕人不需要 我寧願他拿來幫我們 就是讓我們做免費的公車有多好 謝國良做得好好的 為什麼要罷免呢 他真的有做得那麼不好嗎 我們看基隆人怎麼說 好好的為什麼要罷 浪費時間 浪費公民的金錢 你會覺得說他有做到有感嗎 沒有啊 也沒有做不好啊 這就是 政黨在惡鬥啊 從柯文哲到都是在惡鬥啊 柯文哲沒有正確 把人家擠壓 那你的光電啊 東西為什麼不辦呢 你當老百姓就是白癡嘛 天天搞鬥爭 天天槓中保台 無人機不能打 這是什麼政府啊 所有電視台攻擊柯文哲 他民調還有28% 你可以想像一個人被人家攻擊到天下 早應該是民調子 應該掉到3%啦 為什麼還有28% 年輕人看得懂啦 老百姓要醒過來 天天看那些電視台 那些名嘴在胡說八道 如果是真正的小草的話 不會受到影響啦 電視關起來 新聞少看 多多的靠自己蒐集資料 來理解精華塵案 我經常到大陸去 不太接受這個 我幫你打馬賽克 像我朋友傳什麼東西給我 我也不會跟他訪問 金會是哪邊來的 這個我想要知道 你覺得比較質疑說 他的扇子還是怎樣 扇子的金會來源 你會覺得不知道是國民黨 還是說金融是任務 還是他個人 因為他是打個人名義啊 我覺得他把那個財政派集中 但那個比如說垃圾的處理 就覺得很不滿意 就是你全部一個人好幾萬塊 這個人好幾萬塊 就是險前會懦 然後險後又因為罷免 又增加了很多 把公車弄得這麼爛 然後把錢集中在某些人 就有點買票的行為 他中年節跟昨天在那個那邊 送很多扇子 我實在很想問說 這個是政府出的錢 不是你自己說 因為那個扇子花很多啊 一支扇子應該 至少要五塊錢 他會深入很多工會 品量的會議 你的位置在哪裡 房莊的概念 像他們問我說 要把我取位沒有 沒有回答說要不要 我記得他報是 用私人LINE 還是用這個LINE給我 LINE好幾次 然後我們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 希望 出來 這種工會 他既然也LINE那種東西給我 就是他可能都會在群組獨立宣傳 可是我現在覺得說 年輕人對政治這一塊很冷漠 所以也不一定會霸余 一來就把那個 耐著那個 就已經搞得瘋瘋瘋瘀瘀的 沒有國民黨 真的不太可能會發生那種事情 替國人做那麼好啊 幹嘛霸余 做好 做好 做好啥啦 一點都不好 我覺得我之前那個還比較好 因為這樣看起來就很好 就文氣 然後看起來就沒有那種 財閥的氣息 柯文哲還有這些 你覺得可以搞成這樣真的是 你看民主可以顛覆自己 你聽得懂意思嗎 他已經嚇張到不行 那目的已經實在是 應該黃國昌那實在是 當然是同意啊 對啊 我聽到蠻多挺男的會說 他做那麼好幹嘛要霸余 我覺得基隆這幾年的改變是 前市長的努力 並不是現在這個市長的努力 我會覺得現在這個市長 就開了很多空白支票 所以我會覺得不太可取 就是之前那個合約的問題 甚至還有什麼電動機車的補助 那個也是很奇怪 就是講的好像跟做的都不太一樣 快接近霸良 市長他本人的出席率就比較變高 或說露臉就變高 然後也會呼籲不要罷免他之類的 大家心裡有數吧 不會因為他出來宣導什麼 就改變大家的做法 我有拿到扇子 但是是罷免的扇子 那他可以 對 本身其實沒有太關鍵的一件事 其實個人覺得都還好 畢竟我們副市長是媒體出身的 也就是對他不利的消息 其實是不會被傳出去的 就是謝國良上任兩年 他就有三個刑案在身 兩個土地罪 一個強盜罪 那今天會站出來 這樣子的人其實已經沒有辦法 代表基隆市 我們也不希望他再繼續處理我們的公共失誤 然後說那就是讓他好好做十年不行嗎 再換人就好 應該是這樣講啦 如果他好好做 那我們又要讓他做四年 重點就是他沒有好好做啊 那今天罷免只要兩三千萬 可是實際上他上任以來已經消耗了我們公堂32億 基隆不是一個很有錢的城市 大家都是努力工作來繳稅的 所以我們不會希望說他繼續再做兩年 再浪費更多的公堂 甚至是再簽更多30年的合約 把基隆的未來都賣掉 你看光看板的數量 基隆市區大概有上百面謝國良的看板 還沒有確定罷免成案錢 他就可以開始到處放看板了 他就開始有宣傳車在跑 知道這件事情很辛苦 但是我們相信小蝦米團結是可以對抗大金融的 他出席地方 現在這時候才比較高危險 他們在基隆是很久的財團公子 這個一定是一個不公平的戰爭 國民黨在基隆的利益結構是很盤根錯節的 所以其實我們也有志工在謝國良剛當選的時候 就有聽到婦女會的組織有說 喔我們當選啦 現在可以盡量的辦活動啦 他們的組織是非常綿密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站在回歸理性跟討論市政的角度來說 他的市政並沒有辦法滿足市民的需求 就是他真的做得不好啊 然後一直亂花錢 你又在動員這樣要去投票 就是浪費工廠這樣 不會啊你沒有浪費資資錢 那後面的錢不是花得更多嗎 他花得更多啊 他都沒有做到位啊 就是在選舉的時候的一些證件都沒有做到位 上選之後有些活動他也都沒有參加啊 就派什麼副市長那些 他到處在拉票啦 對他應該也蠻緊張的啦 我最近在廟口常看到他就是有出來走動 就這時候才會出來走動 我覺得謝國良市長啊 他是非常沒有財政規劃的 拿了27.5億去買預算的電動機車 全基隆37萬人口 目前只有15000人拿到電動機車 有錢買電動機車但是沒有錢買公車 那我們的公車幾乎每天是看到有壞掉的公車 之前好像還有漏油好像有類似有點車 有機車騎士騎過去然後斷了七根肋骨 正至於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 浪費這次把它換掉比較而核還是說他就讓他好好做事 你再換掉了 當然是換掉對基隆是比較直血 去年我們的議會多了42億的預算 有一些是有點離譜 例如說他花了5000萬的鴨子船 他沒有所謂完整的營運規劃 要怎麼去收費或者是要怎麼帶動觀光 還有2300萬的港警樂員 但是到現在 包括他的那個摩天輪 摩天輪然後還有咖啡廳 可是都沒有看到 罷免市長只花3000萬 隨便一筆鴨子船都超過這個預算 尤其是二階過了之後 他才會在車站就是到處握手 國民黨的不管是大人物或者是誰一直來 然後在店家一個一個握手 變成一個選戰等級的規格 對選戰等級規格 就是基隆人真的很不開心 Nate東岸 然後他因為沒有任何的行政法令 那時候法院都還在訴訟中 然後他就選擇違反司法的一些程序 然後去破門 基隆人都炸鍋了 很多以前活在一些戒嚴時代的長輩 他的爸爸媽媽甚至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他們那時候在資工的那個連署站的時候 都跟我們講說 他們沒辦法接受這樣的戒嚴再回來 就覺得公民的權力被踐踏了 一個市長他破壞了所謂的法治 我們可能覺得他在土力為風 他在批評林佑昌一些做的事情 但前市長我們還沒有看到這種 破壞一種行政的機率 也許說他有很多朋友急著想要來賺錢 請你的朋友也準備最好的東西給市民 你去醜用你的洩遊泳門這樣 電動車在議會追加27億 現在還沒付出去喔 但是如果將來如果27億付出去的話 其實基隆有很多地方都要用錢 我們就會覺得合理的懷疑說 那些東西他有辦法做嗎 有辦法支付嗎 27億的電動車我們年輕人不需要 我寧願他拿來幫我們就是 讓我們做免費的公車有多好 一個高中生 人間輕心 還有很多人想你覺得說 大免這樣是勞思動眾 我們先都不要用那個政黨去想好 我們就是基隆人 大家不論是老中輕 可是我們就是想要站出來 告訴那些接收到片面資訊的 或是說他們還沒有發現到 有些鐵拳還沒打到他們的人 假設你讓謝國良再當四年 接下來將是不可逆轉的錯誤 不可逆轉的財政的損害 基隆有很多要做的東西 我們先去補肉動都來不及了 我們還要成為第二個花蓮國嗎 還要成為第二個的所謂的苗栗國嗎